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我们刚好接着天主圣三节 基督圣体圣血节的弥撒 所以我们的礼仪空间 包括蜡烛 神父的祭坯 读经台事部 仍然是代表庆节的白色 今天将举行的是常年起主日 第十一主日的弥撒 所以我们的礼仪空间更换为绿色 代表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是长心 永恒的生命 面对持续严峻的疫情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参加弥撒 但至少我们可以借着献上的弥撒 感受到天主的灵在 我们祈求仁慈的主 让我们的疫情能够获得控制 今天参与献上弥撒的弟兄姐妹们 在你们神领圣体时 会听到一首由圣三堂圣友团预先录制的歌曲《渴望》 这首歌是由教会音乐创作者张艺涛弟兄作词作曲 王启仁老师编曲 描述在面对疫情的种种困难和考验中 我们更加渴望与主同在 而他的气息将成为我们的翅膀 带领我们与他一同飞翔 也愿意这首歌让我们的心灵获得安慰 现在请大家静默 准备参与今天的献上弥撒 请起立 0.6 boom down混音乐祝 flexible 3 Gal 18 4 7 7 8 4 8 安乐和胸怀 我去护手转 见永远和心 古典的 纵阳跌柱 牵手残徽主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念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弥撒开始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让天主在我们的心里 撒天国的种子 今天的弥撒异象 我们特别为 这个月的受心祈祷 连天主降福他们 赐给他们 所需要的恩宠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 恩最虔诚的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言 心为上海过时 我罪 获得终罪 为此恳心众生 同真圣母阿里亚 天使善人 和你能够教友 为我祈求圣主 我们的天主 便全能的天主 摧念我们 赏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圣主求你吹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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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主在天受光荣 圣主为你吹炼 圣主求你吹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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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主 Twitch 主耶稣基督 主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高明 圣福之子 主言是罪者 求祢却愿我们 主言是罪者 求祢福定我们的祈祷 所在圣福的悠者 求祢却愿我们 因为只有祢是神的 只有祢是主 只有祢是指教父上帝 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祢却愿我们的祢 我们生性软弱 没有祢的主佑 便一无所能 求祢福音我们 光是恩宠 主佑我们遵守祢的诫命 所有私言行为 都能得到祢的欢心 以上所求是靠祢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祢基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主 阿泽克尔 先知书 上主天主这样说 我要亲自从高大的香薄树烧上 取下一根枝子 从树枝的尖端折下一根嫩芽 亲自把它种在高山峻岭之上 栽在以色列最高的山峰 它要生长枝叶 结出果实 成为一颗高大的香薄 各种飞鸟 各种飞鸟要栖息在它之下 在它枝叶的映下竹槽 天野间 所有的树木都承认我是上主 都会知道 我曾把高树砍倒 使小树长高 使绿树枯萎 使枯木茂盛 上主 我言出必行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歌颂祢的生命 多么美好 上主 歌颂祢的生命 多么美好 唱 歌颂祢的生命 多么美好 唱唱 歌颂祢的生命 多么美好 清晨传属你的慈善 夜间宣扬你的人后 上周歌颂你的生命 我和美好 依然好比颂旅一样茂盛 像礼拔灯香过一般高颂 他们备在职在上主的殿中 在我们天主的庭院里繁荣 上周歌颂你的生命 我和美好 他们虽一年老仍然结果 只云野青旅 只江峰冰 这说明上主是何等正知 他是我的康山 他出事无不公寓 上周歌颂你的生命 我和美好 公读圣保禄宗徒至格林多人后书 弟兄们 虽然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还住在这身体内 就是远离主 我们仍然常保持信心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凭信德活着 还看不清楚 是的 我们有信心 我们宁愿出离身体 与主同住 因此 我们无论住在身体内 或出离身体 常专心讨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都要出现在基督面前 接受审判 每个人要按照本身 在世上时所行的善或恶 接受报应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祂美主 祂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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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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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天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公读圣玛谷福音,主愿光荣闺蜜 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天主的国好像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他夜间睡觉,白天起来 那种子发芽生长,怎么会这样,他也不知道 因为土壤自然而然的生长果实,先发苗,后土碎,最后碎上解满了脉力 果实成熟了,他便立刻派人用镰刀收割 因为收获的时期到了 耶稣又说,我们用什么来比拟天主的国呢? 或用什么比喻来形容他呢? 他好像一粒芥菜种子,种在地里的时候,比地上的一切种子都小 种下之后,生长起来,却比一切的蔬菜都大 长出大枝子,甚至可供天上的飞鸟在他的阴下大窝 耶稣用许多类似的比喻,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给他们讲道 他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话 当时私下,却把一切解释给门徒听 上主的声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当时私下,却把一切解释给门徒听 上上个主日,我们升三堂,堂庆的时候 我强调我们做耶稣的门徒的重要性 那刚刚我们听到,做耶稣的门徒有一个大的好处 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 耶稣会把他讲的道理,私下解释给我们 听 这是我们做门徒的特权 圣经记载的很多的事情 发生两次 我知道你们现在想到的是 在旧耶,有一些意象 后来在新耶 发生类似的情况 不过我讲的是 在圣经里面的故事 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发生 第二次呢 什么时候 现在 现在我们参加弥撒的时候 再一次的发生 所以现在 耶稣 也一样 私下 却把一切解释给我们听 我们 看一下 今天耶稣讲的比喻 第二个比喻 提到 飞鸟 飞鸟 一些飞鸟 也提到 飞鸟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 要了解 三句话 三句话 只听三句话还不够 然后 我们应该先了解 整个 大概的 阿兹克尔先知书 的内容 好 我们先看 作者是谁 阿兹克尔是 先知 对 没错 可是 除了 他除了做先知 还有其他的 工作吗 只有做先知 可以生活吗 不知道 那时候可不可以 不过 阿兹克尔他 本来 最早不是先知 他本来是 耶路撒冷圣殿的 司机 不过 他 二十几岁 可能二十几岁 所以 就必须 离开 他的工作的地方 就是 耶路撒冷的圣殿 然后他去哪里呢 这个是 巴比伦国的 他 帐领 以 犹大的时间 公元前 五百 九十七年 拿不高 王 攻击 耶路撒冷 把 耶库尼亚王 犹大王 送到巴比伦去 还有其他 还有其他的 很多的 犹太人 贵族 壮丁 壮丁等等 其中也有 二泽克尔先知 对不起 那时候他还不是先知 他是司机 好 那他什么时候开始做先知呢 他 在 巴比伦 第五年 他离开耶路撒冷 离开他 最喜欢的地方 圣殿 离开他本来 他依靠的地方 然后去 没有圣殿的地方 所以大概 公元前五百九十三 或十二年 他被天主召叫 在什么地方呢 不是在圣殿 在国外 好像 在离天主很远的地方 听到天主的 召叫 我们现在不能来教会 很多的教友 认为 唐曲的教堂 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 很多的教友 依靠教堂 他们觉得在教堂 才可以 碰到天主 可以好好的祈祷 专心的祈祷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好像跟 尔子科尔一样 在充军的地方 好像离天主很远的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 尔子科尔 听到天主的声音吗 尔子科尔有听到 在这样的地方 离耶路撒冷很远的地方 没有圣殿的地方 天主还是可以跟我们说话 也许 现在 虽然你在家里不能来教会 天主 也想要告诉你很重要的讯息 我们要注意听 这是今天耶稣要告诉我们 第一个重要的讯息 你无论在哪里 可以找到天主 天主也可以找到你 可是你要让天主找到你 好我们继续研究 尔子科尔的生活 所以 大概 公元前592年 尔子科尔开始做先知 在巴比鲁开始做先知 那刚开始 她 她的态度 非常严格 她 不断的提醒 她的同胞 请你们不要犯罪 不要离开天主 她的尔子科尔 做先知的第一个阶段 她先讲的主题 是 爱上 悲叹 灾祸 很多人不喜欢听 我想我们现在也不太喜欢 听这样的道理 尔子科尔那时候 提醒 她的同胞 她的同胞 虽然我们在国外 我们还是要遵守 天主的诫命 要不然 我们会遭受到 更不好的事 什么事呢 尔子科尔先知书第六章 提到 战争 饥 饥 第三个 请你们注意听 我逆 我逆 疫情 对 尔子科尔先知书第六章 这是我想今天耶稣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第二个重要的信息 公元前五百八十七年 尔子科尔先知的 态度改变了 本来她非常严格 很严肃 不断的警告 她的同胞 犹太人 公元前五百八十七年 发生什么事呢 灵犹太太前五百八十七年 最后再一次的去产生 祂之后 那些人 我们再一次的去产生 祂之后 那些人 她的犹太人 还有一点点的希望 他们本来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去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赞美天主 现在这个希望已经也没有了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 所以阿泽克尔先知 觉得不要再责备我的同胞 已经没有用 我们都在这个绝望的处境当中 我们需要的是安慰 感谢天主 我们现在我们的教堂还在 小教堂大教堂还在 神父在教堂里面 你们有地方可以回来 感谢天主 最后 今天要给耶稣给我们的讯息是 其实我们不必寻找 暂时的安慰 就是人会给我们的安慰 因为都是暂时的 有一天会这样的安慰会不见了 这里我们应该看全部的 阿泽克尔先知书的全部的第17章 因为我们只看了三句话而已 那17章前面提到 也提到种树的故事 我这课提到两只老鹰 一直代表 把比伦王拿不高 第二只是埃及法郎 他们那时候 真的很有权力 财富方面 真的没有缺少什么 可是他们 那不高的财富 他的权威 现在在哪里 你们有听过吗 他最近老不高啊 没有 没有了 结束了 本来还在耶路撒冷的国王 他想要请埃及王 请他帮忙 协助他 没有了 所以今天 耶稣讲的这个 芥菜种子的比喻 耶稣很清楚 他在讲什么 他就是讲 阿泽克尔先知 欲言的是 那些飞鸟 那些飞鸟 过来 因为天主已经种了 真正的 香薄树 永远的 永远不会结束 毁灭的 王国也开始了 就是在耶稣身上 耶稣是真正的国王 他的权利 永远不会结束 希望我们疫情 的时候 虽然我们现在 离圣殿 很远 还是可以 好好地思考 我们的生活 我到底在我生活中 依靠什么 哪一种的 国王 让我们继续寻找 在我们生活中 天主撒的 种子 天国的种子 天国的种子 我心为的天主 千人的神父 天地万物 不留心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心为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安世之前 有神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官民的官民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神父所生 而非神父所造 与神父同性同体 官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神神 由同志玛利亚去的肉体 而成为人 他在班区 比达陀之战时 为我们被定藏 十字架上 受难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一三日复活了 他上了天 坐在神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的将来 神盼神者死者 他的身国万世无疆 我心圣神 他是主体 为神明者 由神父神子所供 他和神父神子 同受情仇 同享光荣 他曾借新知能发言 我心为一之上之功 从宗族创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社会的圣喜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此人当复活 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天国乃是 按照他自己的节奏和时间 去完成的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受造为天国服务 在这世界里 努力成为天国福音的撒中者 现在就让我们为这世界的需要 向天主呈现我们的祈祷 请为我们的教会祈祷 救主使他不断地成长 并发挥他的使命功能 借天主恩宠的祝佑 能避应生命 保护遭受患难 与迫害的人 广结真理 与爱德的累累果实 我们同心合意祈祷 求主俯听我们 请为我国人民祈祷 求主开启他们的心 使他们认识 并加入他的教会 并使我国的不有道德 经过恩宠的圣化 达到更完美的境界 我们同心合意祈祷 求主俯听我们 请为各堂区的教理老师祈祷 求主使他们都能尽心耕耘 灌溉天主的原地 为教会培养出不畏风霜 信德坚强的信友 我们同心合意祈祷 求主俯听我们 请为堂区的青年和学生祈祷 求主赏赐他们慷慨的精神 以服务人群 造福社会的精神 从事每项工作 进而能够追随基督的神圣召唤 度全心奉献的生活 我们同心合意祈祷 求主俯听我们 请为将在今年8月4号到7号 举行的全国福传大会祈祷 祈求天主恩赐各堂区团体 得以更新 为教会福传使命服务 同时降福各教区 各阶层的准备工作 能按照天主的旨意进行 使大会在天主圣神的代理下 能够如期召开 并顺利完成 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们同心合意祈祷 求主俯听我们 天主借着你的光照 你在这的小树 才得以成长并结实累累 祈求你不听我们的祈祷 并使你的国来临 如同在天上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阿们 上主恩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吃粮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固的果实 蔓延并呈现给祢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恩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 祢赐给我们 我们将葡萄树 和人类牢固的果实 葡萄酒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 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 祢赐给我们的天主 神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受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归赞美并光荣祂的圣灵 也为我们和祂 神父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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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光是恩佑 使我们身心健康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决心会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必能是人的救 因为我们知道 你为了救助卑微的人类 甘愿去尊救卑 你的圣子 摄取了可修的人性 给我们带来了救恩 如此借我们的主基督 是我们端正的人生 变为不朽的永生 因此天上的天使 借着基督朝拜你 永远在你面前 欢欣永远 求你恩主我们 也和他们同声赞颂 不停的欢呼 好 荒荒 重温原地 万古之盛 想着云云霄 同主名而来的 当首赞给 万古之盛 想着云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布什教会共同庆祝 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宗司这种扑火的日子 你高举祂 使祂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祂的名 恳求祢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称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贤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那起面顶 感谢了 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 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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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 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耶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圣言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心得的好情 基督 我们传统你的圣灯 我们歌颂你的福火 我们期待你 光荣与爱你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 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结完之悲 感谢你是我们的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身体 圣血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吹念 众师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写同我们的教宗庞基各 我们的主教多玛斯 与所有主教 以及群体圣旨人员 都在爱的中日去往上 求你也吹念怀着福火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吹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相见你光辉的善荣 求你吹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对于天主之母通证荣 圣母的金佩神若瑟 如神宗徒 与祈祢所欺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祢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祢 信仰祢 全能的天主圣福 一切忠情和荣耀 借着基督 写动基督 在基督内 明天和神圣都归于祢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尊尊救主的心事 我们既尊尊祢的教导 再敢说 我们既天父 愿意的名称宣仰 愿意的光耐灵 愿意的事 愿意同心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生给我们 既有的事 求祢感受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祢天父 愿意的名称 愿意的名称 愿求祢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 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愿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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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披兰留给你们 将我的披兰赏给你们 求祢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祢教会的信德 宁安照祢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祢是天主永生 永望 愿主的披兰常与你们同在 愿意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护主披兰 愿主的披兰 祢是天主好些 永生 永世上 祢是天主高养 求祢炊了我们 祝您是罪名 耶稣高雅 求您推连我们 祝您是罪名 耶稣高雅 求您赐给我们 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出面是罪者 猛照来付圣言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帮助您到我心里来 只要您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天主的羔羊 我无满足对平安的渴望 世界里在这脆弱的想象 眼睛还不见害怕与受伤 在人群中 我却不谈你遗忘 每夜醒来 最单纯的渴望 愿且求您为我指引方向 你的话语 使用生命与力量 直到夜晚 直到夜晚 果然保留信仰 你为我指引方向 你为我指引方向 高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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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我指引方向 你为我指引方向 高山的渴望 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所同龄的圣体圣事 象征信众在你内何而为一 求使你教会的合意团结 尽早实现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现在请神父带领我们送念 为早日脱离心血冠状病 祈祷 认识的天父 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 来自不同的族群 宗教和文化背景的 台湾人民的各种恩惠 新兴冠状病毒疫情 日益扩散 全球的人民 都因病毒不断 扩散 而空荒因犹豫 不少人无法会将 与亲人相聚 或不能出门工作 严重影响个人 及社会团体的生活 教会与其他国际 和社会上的许多活动 都无法进行 我们千里也排到你台前 为介绍相亲相爱 向你求宽恕 为没有商用你 赐给我们的各种恩惠 向你认罪 向你认罪 为我们的自私 贪婪 不和睦 骄傲 和默 以及一切目的思想和行为 向你真心忏愧 我们真心承认我们的罪过 求你愿意我们 并与我们 并专念我们的心 求你在任性矿的日子里 摧念我们众人 求你拯救那些 因得到新型冠状病毒 而去世的人 并使所有遭受感染的病人 早日康复 求你降伏 并保护那些 为照顾 隔离的病患 所有医疗堂队成员 保佑他们 真心灵平安 我们也特意 为我们的国家祈祷 尤其是政治 政府官员和政党 求主赐给他们 睿智 眼见 敌力 信心 在这关键的时刻 都能虚心心靠上主 并能同心协力 团结一致 共度难关 使国家人影 择日恢复平安 快乐的生活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民受信仰 愿你的国安寅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祝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料 祝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 不要让我们心里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修复 阿们 望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祝你同在 你在故里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阿们 愿光荣归以赴 其子及善神 其出罗号 今日以安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兄子 需要好好的照顾 愿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圈乐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毕萨礼圈 我们去穿过福音吧 感谢天主 人为生命的道路 递到我们回向来 直到余虚的附近 在哪儿阳光永不照 换唱了草木 换唱了花儿 你月儿的歌唱 当草木和花儿 换唱的时候 我幸福的真词与伤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